最近民進黨一直狂打這個楊成嶺的這個海鮮奢侈說 那最近的這個台灣的疫情研究中心就發現 這個好像內政部這個地方是有在故意轉移焦點 轉移這個城市中馬桶的一個焦點 也確實轉移成功了 你怎麼可能 我覺得內政部完全有失身為主管機關的角色 其實詐騙是一個非常嚴肅的刑事案件 其實真的不應該做這樣的操作 而且用國家的資源來針對一個公眾人物做這樣的霸裏 所以現在又傳出如果是有任何牽扯到選舉的操作 我覺得這樣子是更不妥當 那陳時中之前去過酒吧 您昨天也去了 那您這次去酒吧跟陳時中有什麼不一樣 因為大家覺得說陳時中的人是不常去酒吧的人 昨天我們最主要是去了解東區商圈未來的發展 因為東區商圈過去也是我年輕念書的時候常常去的地方 也看到他當時的繁華到後來有一些沒落 到現在透過在地的商圈協會以及里長的共同努力 即便面對疫情也還是帶動整個商圈的活絡 所以昨天也跟很多在地東區商圈的店家 各個店主大家交換意見 也都提出很多具體的建議 我想未來就是如何一一的將這些建議落實 真的帶動整體不只東區商圈 而是台北市各個商圈如何串聯 林 loving 全部都是街坊貓客 primo 呢 當頓 我 在 想 他們 他說 報告